继玄末的睁眼 他不敢相信 在今时今日 在垂垂老朽的暮年 宋恒江还敢说出这样的话 提出这样的要求 宋恒江的霸道 他当然知道 宋恒江的强大他一曾翻简传闻 但又何至于此 竟敢折辱他继玄 即便是国相 大将军 也不曾对他有过如此态度 有那么一瞬间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看着宋恒江的眼睛 那双之前浑浊 昏昏 这时却惊芒暴涨的眼睛 他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就是宋恒江的条件 因为他是宋恒江 庄国境内 庄城前长路 宋恒江涨水 这是庄国立国之约 理论上来说 清江水军 与庄国国军平级 整个八百里清江 都是宋恒江治所 清江两岸 都属宋恒江所辖 宋恒江抓住这个语举之错 要杀他也是名正言顺 季玄明白 清禾郡守不会出面 附近的望江城主和风林城主都不会出面 甚至庄庭那边也不会有人出面 因为他们一旦出面 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现在可以说是季玄个人语举 届时便是庄庭仗势压人 庄国境内人族与水族的大战就不可避免 庄国决计无法承受这样的代价 并不仅仅是内耗将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而是由此而蔓延 或者会引爆开的 现世所有水族与人族的矛盾 庄国担不起这个责任 宋恒江怨不愿意杀他 显然是不愿意 不然他根本无需废话 直接便可以动手 季玄再怎么样也是庄庭高层官员 他一旦被杀 就代表着清江水族与庄庭的矛盾 已经无可挽回 清江水府尤其不愿做挑起战争的那一个 因为清江水府还属于弱势的一方 但宋恒江敢不敢杀他 这个问题也根本无需想象 不必权衡利弊 无需考虑因果 蓝河的赤色至今未消 那是宋恒江给所有对手的答案 那么宋恒江还能不能杀他 他既玄武府圆满 正直巅峰 与四品外楼竟也只一步之遥 在数百年前 宋恒江的强大毋庸置疑 但数百年后 所有人都知道他受援将近的如今 他还有几分战力 一阵难挨的沉默过后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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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十声 一声不少 季璇没有流利 既然已经决定接受这样耻辱的事情 他就不会再扭扭捏捏 徒劳惹人发笑 打了自己的脸 还让人不满意 他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随着巴掌声结束 季璇那张清渠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肿起 他就那么沉默地看着宋恒江 等待他的回应 宋恒江搭拉着眼皮 仿佛又回复了风竹残年的老态 他似乎说话都有些吃力 只是抬抬手 去吧 而后便转身 他宋恒江不是个缠磨的性子 季璇既然服软刃法 他也不会再三折辱 有今夜一行 他的态度已经足够明确 接下来 就看那位高坐深宫的庄国之主 会如何反应了 浪头将他送回青江里 水面相合 于是金涛平 巨浪消 整个青江都恢复了平静 月光洒落水面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晚风吹过 水闻如碎雪 从头到尾 季璇不敢提那名 被江望赐死的畸形思修士 宋恒江也为说那名 被掳去又逃回的贝女 尽管季璇就是因那名不下而来 宋恒江就是为那位置下的贝女而置 但在这八百里青江波涛汹涌之时 他们都默契地在水面之下 维持着某种平衡 那是数百年来 庄庭与青江水府之间 心照不宣的红线 当风波散去 季璇停在原地 没有任何人出现在现场 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直面季璇的怒火 但季璇知道 他今日所受的屈辱 已必然传入了某些目光中 在那些与他同列的大人物里 他出丑如在光天化日下 根本没办法隐瞒 但他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难堪 而是辨别了方向 继续向之前白莲被轰飞的方向而去 事情已经发生 颜面无可挽回 他要做的 就是不让自己的收获跑掉 那诡异的白色火焰 那个实力不俗的女人 一旦生情 必然有足够令他满意的收获 而他笃定在今晚这样的形式下 他代表的庄廷与宋恒江代表的青江水族之间 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那个女人背后无论潜藏着什么样的势力 都绝技不敢露头 所以他还有希望 去找到那个奄奄一息的女人 而他来回飞腾百里 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却说白莲被一拳轰飞 整个人在空中倒飞 绕身的白燕被打灭 所有护身的倒数都崩解 他明白自己在无机会 正欲用最后一丝气力自尽 但突然感受到一种温暖 他倒飞的身体 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所包围 有人接住了他 但这个人实在太弱 竟连进玄轰在他身上的余力也无法承受 不仅在接住他的瞬间 就被他整个人带着一起倒飞 还当即一口鲜血喷进他的脖颈里 那血滚烫 模糊中白莲感觉到两个人坠落地面 又连续翻滚了许多圈 但那个人始终在下方 他始终有个肉垫 不然老娘就真的散架了 他想 这个人真的很弱 白莲感觉到自己很快又被抱起 然后这个人大概是在奔跑 从他喘息的频率和身体接触到的 胸腔里激烈的心跳 可以知道他已经尽力 但那呼啸的风声告诉白莲 速度好慢 这样下去会死吧 根本不可能逃掉啊 无非是多一个人送死 这个人是谁 我怎么会有这么蠢的部下 不 不对 不会有任何一个部下出现在这里 他们 那些人都很聪明 很理智 所以这个人是谁 眼皮仿佛有千金之重 白莲发现原来睁开眼睛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 但他顶着一口心气 他必须做到他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 睁开眼睛 白莲勉强睁开眼睛 视野模糊地晃动着 那是因为奔跑而产生的颠簸 他勉强集中精神 将视线收束 从下汉的角度 终于看清了这个人的脸 下巴微圆 不肩 溢着鲜血的嘴唇紧敏 鼻梁倒挺 一双清亮的眸子 直视前方 是江望啊 他想 而后陷入彻底的昏迷之中 感谢书友成男的哪那男爵 书友贾以丙丁42的打赏 替江望感谢盟主乌猎123的角色打赏 帮助我